新华社南宁12月5日电梯,临上前,张卫兰将守边树新华设计者张宝应,甲起龙中越边境的广西内坡县天池国防民兵哨所,有一颗顽强生长在岩缝中的榕树,树根紧紧包裹着岩石,就像哨兵一样守护着边疆,被亲切地称为守边树。 少长临上前就如同这颗守边树,在这里一守便是三十八个年头,年少时,在一次目睹了村庄被炮火炸成废墟的场面后,保家卫国的信念就在他的心底扎了根,临上前两次报名参军,都应个头矮为能如愿,1981年3月,听说天池国防民兵哨所招少远,临上前主动报名,上少的新鲜劲还没过,好样便接踵而至。 少所水、电,路三不通,少远除了守护十一块,戒备和全长八公里的边境线,配合部队执行作战任务外,还要到十公里外的镇上买粮食,来回一趟要走六小时,以此冒雨巡逻。 一名少远不慎滑倒,临上前伸手去拉时,也被带了下去,两个人向下滑落十多米,幸好被树卡住,而脚下就是几十米深的悬崖。 还有一次,临上前在带队巡逻时,左手被毒蛇咬伤,落下了终身残疾,少所在小,也要有人守,边境线在场。 也要有人走,临上前说,为了改善少所生活条件,临上前带领少园温垂砸时,连续奋战二百多天,硬是在山上抠出十块锈针菜地,同时透堆里挖出了一口迷你鱼塘。 这条边境线,也让临上前看到了自己的价值,以此,临国拓欢群落陆,推倒的戒竹越过我边界铃。 五米,临上前当即带领少园依据相关法律条款,让临国及时回田改造道路。 多年来,他磨破了二百多双解放鞋,上报信息二零零零多条,成功处置边境百余级,客人容力二等工,所在少所容力集体一等工,守着边房也守着清品,临上前所在囤里,只有他家还是四处漏风的木把房。 直到三年前才在县任五部帮助下盖起了新房,离他家不远。 就是国家一类口案平梦口案,少所管辖的边房线上,有各种边境小到失调。 三十八年来,临上前多次抵制金钱等诱惑,七十九次协助查货走私案件,五十八次截主盗罚盗猎分子。 一九八九年,政府以招干形式选拔庄五干部,临上前却把指标让给了别的少员。 一九九二年,那坡县对连续工作十年以上的少员转移班制,临上前走上了镇政府办事员岗位。 然后,当得知自己走后哨所将面离人去楼空的消息后,他再次回到少员,对待家庭,临上前满心愧疚。 两个孩子出生时,他的执行任务,父母去世时,正值战备防护期。 他未能见到老人最后一面,妻子一直想要临上前陪着逛一次县城,可这个简单愿望,临上前承诺多次却从未兑现。 直到去年,应要到南宁参加节目,栏目组专门带他们在市区繁华地段看了看,算是帮他和妻子圆了吗? 这些年,临上前一有空,就会到周边村恒宣享边境政策法规,讲战斗故事。 在他的感召下,先后有160名边民担任少员。